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老队 你说他跳楼 是不是跟那些 那天来追他的人有关系啊 总不为什么要查乔治的账 那我就不是套路 对吧你啊 真敢一敢的罢 别想说话 说正事 你还要什么正事可说 查正 查什么账 杂志集团总部老大 查乔治的账 我觉得可能因为就是这个事情 把乔治给逼死了 总部为什么要查乔治的账 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吧你啊 真敢一敢的罢了 别想说话 这事关人命啊 哎呀 反正现在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 咱们都是陈凯宜的人 对了 今天那个 面试情况怎么样啊 挺好的 周易去上班 说明乔治那小子说话还算话啊 好 等他下回来 恶妻子给他做俩刺 表示一下尬谢 来不了啊 没事了 你惹人生气了啊 哎 他死了啊 死了啊 今天从楼上掉下来了 说是跳楼自杀 我连个细节都没跟他说呢 我连个细节都没跟他说呢 人的命啊 老队 你说他跳楼 是不是跟那些 那天来追他的人有关系啊 好 他呢 来一下 坐 祝福你两句 乔治呢 是咱的老客户了 也算是个又头又脸的人了 前两天在这儿 是吧 那几个高利贷的小子 大了一顿 你不在场 还救了他 是吧 人家为了感谢你 给了你这么一个面试的机会 是吧 你记住了 到了公司 不要提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懂 今天他们那些总监问我半天 我什么都没说 这就对了 这个大公司啊 不像咱这个小餐厅 人也多了 事也多了 那种地方 得有靠山 你说乔治在吧 他还可以抱抱你 他人不在了 这剩下的事就得靠你自个儿了 哦 他应该一家生来啊 我好担心来啊 你好 没事 谢谢 你不要皱眉头 我说普通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 警察为什么要把你抓去问话啊 时尚盛典的方案给我看看 来 翻几个 那负面新闻都撤了 嗯 全部都撤了 今天下午忙了一项 只是 只是什么 流言四起咯 外面说什么的都有 都有什么流言啊 说来我听你的 有说乔治贪污做假账 有说乔治得罪总部的人 还有的就说 说啊 那最大的谣言还是说 这是你做的局咯 说你为了要篡位当主编 然后跑到总部去揭秘乔治 最后把乔治逼死 你能说点我不知道的吗 那没了 我知道的就怎么做 不行 这个方案不行 怎么又不行呢 哪里不行 还有其他的设计师吗 有 但我跟你说 这已经是测试师里面 最好的了 老大 你是不是自己心里面 对这个时尚盛典 有什么画面 你直接告诉我好不好 你现在借个样子 我根本就找不到人 在接案子了 这是你们时装组的工作 我只看结果 下周 上海是不是有一个展 嗯 我派我们组的师里去 你去 我跟师里都说好了 看展只是一个由头 我要你去那边 帮我打探一些事情 什么事啊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没那么简单 总编辑知道 乔治的事情之后很惊讶 总部根本没有 要查乔治的账 可外面的风声 就传得这么厉害 今天 总部的股价跌了三个点 我猜为了稳住股价 总部说不定 真的会要查乔治的账 为了给外界舆论 一个交代 这一切都像是 幕后有人在搞鬼 这么看来 乔治的死不是一个结束 更像是一个开始 你觉得 会是谁在背后搞鬼 对 现在还看不出来 所以我要你去总部打探一下 最好找到董事会的人 侧面问一下 看看最近 谁盯着乔治的事不放 还有 关于接替乔治的主编人选 你也侧面问一下 看看总部是个什么态度 主编肯定还是你咯 这有什么可讨论的 如果是我 外面就不会传出 是我必死乔治的谣言 所以你觉得 这个背后的鬼 是冲你来的 先按我说得办 其他的 先别问 等一下 你还没有告诉我 警察到底找你去问什么 警察确认了 乔治的死是自杀 他有中毒的抑郁症 家里找出了很多 抗抑郁的药 警察跟医生也核查过 乔治的这个病有两年多了 这两年多 他非常痛苦 尽管他很努力地备个治疗 但是 身心确实达到一个极限 真的撑不下去了 为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没有你想象天 那么了解和关心乔治 我们不配做他的朋友 好